没有杨幂的气场就不要扎脏变了,关小童辣点睛,欧阳娜娜竟然垫底 今天所长被钟楚希惊艳到了,话不多说先放图,不过更像肖静腾了 我们看多了他穿着高定理服踩着高跟鞋的样子,偶尔换一换假小子造型让所长眼前一亮的 钟楚希经常被吹胖的高级脸,也蛮适合街头风格的 将高级脸和脏变街头风结合,皮皮的感觉很讨喜 他脸上没有大bug脸部线条流畅,这样暴露整个面部的造型完全可以hold住 最近脱掉皮裤越编越美的邓紫棋也留了小脏扁,成功引起了所长的注意 邓紫棋在中国新说唱里脏变造型,就连严格的所长都有点get他的美了 在所长的印象当中,邓紫棋一直都是一双脚粗腿,才恨天高,穿大皮裤 没想到他在中国有嘻哈的风格大变天,皮裤恨天高都不见了,抒起嘻哈少女风小脏变的他还是个酷女孩 扮丸子头的脏变造型让他多了几分活泼可爱,圆圆的娃娃脸让他膛分很高 邓紫棋的这几张脏变照片所长越看越眼熟,原来是和日王在牛奶状发型了 Baby之前也尝试了脏变造型,她的是改良版在变子里加了彩色发带,色彩鲜艳看起来更加俏皮 她拍摄某大片时也凹过脏变造型,露出整个面部凸显了她的混血感 脏变的异国风情让她看起很高级 所长撕心再放一张baby的美图,给泥蒙洋洋眼 蔡依林应该是女仪人里为数不多的脏变爱好者,额头前的龙须刘海很好地修饰了脸型,显得叛逆又可爱 像这种气场挂的彭克风脏变,也能诠释得很到位,拽拽的脸上好像写着请叫我女王大人 她在任何场合,任何打扮,她都能把脏变轻松驾驭 所长弱弱地说一句,颜值高就是韧性 EMMMM,只是老马也会失前提,一头彩色脱步实在欣赏不来 姚米在去年的明日之子就做过脏变发型,她没有贴着发根开始变发,把头顶的小碎发露出来让发型看起来更蓬松 而前的空气刘海不仅很减零,还能起到修饰脸型的作用 大脸的宝宝们快学起来 从中国有嘻哈力出来的Rapper,也非常适合脏变发型,就连热狗都觉得她很正 身为Rapper,她身上的嘻哈风格和性感相结合,再加上她的五官足够大完全可以嫁与脏变头 不过也有不小心踩雷的女星,欧阳娜娜也尝试过脏变造型,效果吗? 因为颈头皮的辫子,把她不完美的发迹线暴露出来,原本太阳穴凹陷的bug更加明显 额头的形状很怪异 还有我们的气质女神郭碧婷,超高的颜值绝对能hold住脏变,只是街头风的脏变跟自己的女神气质相悖,充满违和感 关小洪在小丈夫里也有过脏变造型,不知道是哪位好心的粉丝还为她加了柔光滤镜,只是蓝色的眼影,闺女版的脏变并不适合她 还有走错片场的LXL 气吞山河的张惠妹 打UFO来的一击反弹一心 所长只是调侃一下,戳中自家爱豆的仙女不许生气哦 不是只有女明星们会想不开,男明星们也喜欢偶尔扮一下丑 陆寒编过毛毛虫式的脏变,脸当然是帅的就是这辫子怎么看都像是刚从动物园出来,可能是所长跟不上潮流吧 王大陆的五五分脏变,有点像地主家的傻儿子 跑起来又化身三毛的哥哥六毛,小辫子还随风舞动 温文尔雅的马天宇偶尔也会有叛逆的时候,脸依然很帅气 只是所长看到他的脏变造型,忍不住想唱一曲套马的汉子 你威武雄壮 还有奇葩说里因为脏变活起来的脏红飞,这造型主着管长就能沿街乞讨了吧 吴亦凡看了都忍不住想说太SKR为何了? 脏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,它不适合头发过多或过少的人,头发太少太短可能会变成这个样 发量太多就像头顶的一盘,盘龙大饼 发质太干又会像风干牛肉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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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